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通往衰败之路》。这是一本对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反思之作,作者是英国剑桥经济学家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首先声明一点,这本书仅仅是作者奥尔德雷德的一家之言,并不是公认的定论,它的价值在于启发我们对经济学这门学问的思考。 为什么书名叫做《通往衰败之路》呢? 作者认为,经济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把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地带上了一条歧路。 中文书名说的《通往衰败之路》,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更狠,叫做《作恶许可证》,经济学如何腐化了我们? 哎,你肯定会在心里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经济学怎么会腐化我们呢? 要知道,经济学那可是号称现代社会的险学,也就是最热门的学科。 它甚至被称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经济学呢,还是社会科学当中唯一一门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学科。 不但如此,经济学还有更大的野心,它声称,自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且还是一种可以同龄整个社会科学的通用思维方法。 它研究人类是怎样做出理性选择的。 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理性。 我们知道,人是复杂的动物,有时候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有时候有无私奉献,慷慨人慈。 有时候身谋远虑,反复权衡,有时候又仅仅凭激情理想和直觉来行动。 人既有物质上的享乐欲望,又有精神上的道德追求。 正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所以在经济学出现之前,理性是一个有着丰富维度的概念。 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对于理性,经济学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定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凡是符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不理性的。 换句话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理性直接等于自私。 在本书作者看来,经济学的这个假设,把丰富的多维的人类行为,攀缩成了自私这一个维度,这是对人性的极大误解。 本来,经济人只是经济学家为了简化计算模型而做的一个假设。 即使这个假设不太严谨,那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并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如果经济人这个理论太流行了,经济学家一直在宣传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狭隘自私的。 那么,人就真的可能变成这样。 作者认为,这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随着经济学思维统治世界,经济人假设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人们越来越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成了唯一理性的值得赞许的行为,而把坚守传统道德和价值观通通归为非理性,是愚昧落后的行为。 所以,作者说,经济学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类引向了腐化堕落,经济学给现代社会颁发了一张作恶许可证。 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本期音频,我们就一起来复盘这整个过程。 作者认为,经济学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影响,不是一家一派的力量,而是过去半个多设计中多股学术流派的合力造成的。 这些学术流派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为代表的博弈论理论, 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学派,以贝克尔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等等。 再次声明,这是本书作者的个人观点,不是定论。 如果你熟悉经济学理论,你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 不对啊,说人是自私自利的,这并不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理论, 而是两百多年前,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只要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就可以实现整体福利的提升。 作者说,错了,这一口锅可不能扣到亚当·斯密的头上,是我们自己误读了它。 亚当·斯密生活在启蒙时代,他关注个人利益,是要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代表了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对人的期许。 在他的语境中,很多道德因素是预设在其中的。 亚当·斯密在写作《国父论》之前,还出版过一本重要著作,叫做《道德情操论》, 就是专门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 现代经济学故意忽略了亚当·斯密对于道德的思考, 而把他的观点简化成一种无时无刻不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这是对亚当·斯密的严重误读。 而这种误读和扭曲的源头就发生在1944年。 这一年,经济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哈耶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 第二件是冯诺伊曼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创了《博弈论》。 博弈论是怎么改变经济学的,我会在第二部分为你详细讲述。 我们先来说哈耶克的那本书。 作者认为,哈耶克的野心是要求建立市场对人类社会的统治权。 哈耶克强调,人类的所有动机都是经济动机, 经济和市场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 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 非经济动机在人类生活中则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比如,当时有一位哈耶克的追随者,叫做丹尼斯·罗伯逊。 他在1954年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经济学家最节约什么》。 罗伯逊给出的答案是,爱。 这里的爱其实是泛指一切非经济动机, 比如善良、团结、慷慨、奉献等利他性的美德。 为什么说经济学家最节约爱呢? 罗伯逊的理由是,像慷慨、奉献等无私的美德, 是人类社会的稀缺资源,不能随便乱用, 必须小心翼翼地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人类社会的日常运转呢,要尽可能地依靠人的自私本能, 靠市场交易来达成。 比如,能靠市场交易来获得血液, 就不应该鼓励人们去无偿献血, 否则会造成人们利他精神的枯竭。 注意啊,可不是罗伯逊一个人这么看。 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可本书作者指出, 人类的利他精神并不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而更像是肌肉组织, 越练越强,不练才会萎缩。 经济学家是打着节约爱的旗号, 反而会消灭了爱。 我们再回到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 哈耶克声名雀起, 一举成为当时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袖。 三年后, 也就是在1947年, 哈耶克在瑞士日内瓦的朝圣山, 组织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学术会议, 著名的朝圣山学社由此成立。 哈耶克明确指出, 朝圣山学社的任务, 不应该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实际问题, 而应该关注那些必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 换句话说, 哈耶克的根本目标是要改变人们的常识, 在经济生活当中去道德化, 而对市场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 那么, 朝圣山学社的成员都有哪些人呢? 说出来会吓你一跳, 有弗里德曼、 斯蒂格勒、 科斯、 布侃南、 贝克尔等一大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作者认为, 现代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的狭隘看法, 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帮人塑造的。 到了1970年代, 朝圣山学社的思想逐渐被视为一种正统和常识, 并且直接促成了英美两国在1980年代的经济政策转向。 总之, 这本书的看法是,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哈耶克给我们置入的信念, 那就是市场至上。 好, 哈耶克先讲到这儿, 现在我们再回到1944年, 来看当年发生的另一件经济学上的大事, 也就是冯诺依曼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冯诺依曼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他也是原子弹和计算机发明背后的关键人物。 有一种说法是, 在冯诺依曼任教的普林斯敦大学, 同事们称他为半人半神。 要知道, 那个时候, 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敦大学, 但爱因斯坦就没有得到半神的戏称。 那么, 像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人物,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呢? 按他自己的说法, 经济学离物理学这样的先进科学, 还有一百万英里远, 而他的计划就是要通过博弈论, 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一开篇就指出, 博弈论对经济学的影响, 就像牛顿发现重力对物理学的影响一样大。 几年之后, 一名年仅21岁的博士生指出了这个模型的不足, 并提出了新的博弈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纳什均衡。 冯诺依曼和纳什一起, 把博弈论这门纯数学的冷门理论, 变成了一个热门的经济学分支, 并且像冯诺依曼希望的那样, 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 他让经济学第一次可以用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表达, 从而使经济学更像一门科学了。 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 他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性互动关系,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 那就是不信任。 无论是冯诺依曼还是纳什, 他们都认为, 人类唯一的理性互动方式就是彼此不信任, 所有的博弈策略都是基于这个假设来展开的。 比如, 博弈论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囚徒困境, 他教给我们的道理是, 如果你认为对方是理性的, 那他一定会背叛你, 这时候, 你作为理性的经纪人, 当然也应该同样背叛他, 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选择信任对方。 当然了, 博弈论也不总是这么简单, 或者说忽视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合作现象, 他后来还发展出了长期重复博弈, 认为人们会为了长远利益而选择暂时合作, 但是这时候的合作并不是基于无条件的信任, 而是赤裸裸的利益。 该怎样评价博弈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呢? 作者说, 从实际应用上看, 博弈论没办法解释现实生活, 因为平庸的真实的人类, 不会在决策中时时刻刻精于计算, 所以总是让博弈论的预测失效。 其实啊, 别说是个人了, 就是武装到牙齿的大公司, 也无法做到博弈论所要求的超理性。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那是在1995年, 美国政府采用博弈论专家的建议, 公开拍卖移动电话使用的 无线电波频谱许可证。 而参加拍卖的各大电信公司, 也聘请了顶级的博弈论专家来助阵。 最终, 那次拍卖让美国政府 获得了7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但是, 那些高价中标的电信公司, 却纷纷拖欠付款, 甚至是倒闭或者被兼并, 原因是, 他们爆出了过高的价格, 根本负担不起。 这并不是特例啊, 几年之后, 英国政府的贫朴许可证拍卖,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你看, 这些事情都表明, 对于博弈论的实际应用, 作者直言, 博弈论就是一门僵尸科学, 它与人类的真实生活格格不入。 甚至, 那时本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坦言, 人们只是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 但是, 另一方面, 博弈论又极大的改变了我们。 作为一个时髦的学术理论, 博弈论早就走出了学术界, 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并且重新定义了人类理性。 这本书说, 在博弈论的强大逻辑之下, 任何无条件的信任、 合作以及利他精神都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 被排除在博弈论的严肃思考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 1944年确实是无比重要的一年。 哈耶克和冯诺依曼, 他们分别从两个方向出发, 把现代社会置入了同一个信念, 那就是利他主义是靠不住的, 信任是非理性的, 社会唯有依靠人的自私本能, 通过两不相欠的市场交易, 才能够有效运转。 作者说, 很大程度上, 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识, 这个常识是打引号的。 在这本《批判经济学》的书里, 在哈耶克和冯诺依曼之后, 接着登场, 改变现代社会常识的第三个重要人物, 叫做罗纳德·科斯。 前面说的政府拍卖无线电平谱, 就是基于科斯提出的理论。 和天才人物纳什一样, 科斯在21岁时就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叫做《企业的本质》。 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为什么企业要自己雇佣员工, 而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外包出去呢? 科斯认为是因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 比如寻找交易方的成本, 讨价还价的成本, 达成交易后事后监督的成本等等。 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 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通过内部管理来替代市场交易。 不过, 科斯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 科斯提出了一个推论, 就是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可以通过私下达成交易, 来达成资源的最优配置, 不需要政府插手。 科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甲乙两户人家, 甲的牛总是跑到乙的耕地上, 吃人家的庄稼。 这事怎么解决? 我们的正常反应肯定是, 这事是甲里亏啊, 甲应该圈住自己的牛, 并且向乙赔礼道歉。 但科斯说, 且慢, 要看甲乙双方的成本分别是多少。 假设, 修一个牛圈要一百块钱, 成本很高, 而吃掉的庄甲最多值十块钱, 成本很低。 这时候, 最合适的处理方式就不是修牛圈, 而是让假的牛继续吃乙的庄甲, 这对社会总裁副来说, 才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诶, 那这样一来, 乙的权利怎么保证呢? 科斯说, 那就要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了。 如果法律规定, 假的牛有到处乱走的权利, 那么乙就只能默默地吃哑巴亏了。 如果法律规定, 假的牛不能跑到别人的耕地上去, 这也好办, 假只需要付给乙一部分钱, 比如十五或者二十块钱, 超过了乙损失的庄甲钱, 那么乙就会同意让假继续放羊牛。 那么, 科斯从这个例子当中, 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首先你看, 假乙之间的道德是非, 谁对谁错, 不重要, 他们双方可以通过自己达成交易来解决。 其次, 法律规定牛到底有没有到处乱走的权利, 对最后的结果也不重要, 因为只要修牛卷的成本高于庄稼损失的成本, 那么理性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牛被继续放羊。 所以, 结论就是, 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判决所谓的社会公正, 而是充分利用市场交易手段, 找出成本最低的解决争端的方法, 让全体公民的财富实现最大化。 这在当时, 可真算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 1960年, 科斯把这篇论文寄给了芝加哥大学主办的法律经济学杂志, 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连当时最激进的市场派经济学家, 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大佬们, 都接受不了科斯的观点。 他们邀请科斯到芝加哥大学来参加晚宴, 进行当面探讨, 而科斯在那里上演了一场舌战群雄的好戏。 据当时在场的斯蒂格勒回忆说, 那天晚上, 首先进行了一场关于科斯理论的投票, 在场的20位芝加哥经济学家, 全部投了反对票。 然后, 芝加哥学派的学术领袖, 米尔顿·弗里德曼, 带领大家驳斥科斯的观点。 结果, 到那天晚上结束时, 投票结果发生的逆转, 全部21票都投给了科斯, 大家都被科斯说服了。 从那之后, 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始大力推广科斯的理论。 实际上, 科斯定理这个名词, 就是由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 在他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提出来的。 按照斯蒂格勒的定义, 科斯定理是指, 不管法律如何分配权利, 只要交易双方能够自由地讨价还价, 最后达成的交易结果一定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 但是, 斯蒂格勒在描述这个定理的时候, 偷梁换柱, 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交易成本为零这个重要的假设前提。 讽刺的是, 科斯自己却认为, 现实生活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 所以, 科斯定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 但是, 科斯定理还是流传开来, 被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 在那之后, 这本书又提到了一位来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 叫做理查德·波斯纳, 正是他接过了科斯定理的大旗。 如果说, 科斯定理只是用效率替代了公正, 那么, 波斯纳作为法律专家, 他是直接重新定义了公正这个概念。 他认为, 社会财富最大化就是公正。 波斯纳是这么论证的, 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只是一种感性表达, 并没有客观标准。 而社会财富最大化是纯粹客观的, 它比人的主观判断更科学、更公正。 在这样的立场之下, 波斯纳法官甚至在197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出, 美国应该废除高度管制的婴儿收养程序, 用更加成熟的婴儿交易市场来取代它, 因为这样才能够提升婴儿收养的效率, 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 可标以为这是一笑了之的奇谈怪论。 要知道, 波斯纳法官是20世纪中, 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法学学者, 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可以说, 是科斯和波斯纳共同开创了法律经济学这个分支, 他们把经济学中的效率思维引入了法律, 并永久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 好, 到这里, 这本书批判的经济学改造社会常识的浩大工程, 还差最后一步, 这最后一步是由芝加哥经济学派 和后来崛起的行为经济学派共同完成的。 1976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他声称, 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方法。 也就是说, 贝克尔认为, 经济学远远不只研究经济或者社会等宏观领域, 而是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话语权, 大到找什么工作, 要不要创业和谁结婚, 生不生二胎, 小到日常的衣食住行, 兴趣爱好, 全部可以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做决策。 贝克尔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婚姻公式, 通过成本收益原则来计算你 什么时候该结婚, 什么时候该离婚。 他说,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即使是在婚姻关系中, 也仍然存在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 总之, 在贝克尔的眼中, 人类的所有动机, 包括爱情在内, 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经济动机来考量。 这种经济学向人类生活全面渗透的趋势, 被形象地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 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 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开始崛起。 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包括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 理查德塞勒和罗伯特希勒。 行为经济学发现, 真实的人类并不会像经济人那样去做事情, 不会去仔细地权衡利弊, 而是经常被经验、直觉、 冲动和惯性所趋势。 这本书特意强调, 从表面上看,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推翻了经济人的假设, 给了经济学致命一击。 但是要注意, 当理论和现实不相符的时候, 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是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定义错了, 而是反过来证明了, 普通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他们需要具有理性思维的经济学家的激励和助推, 才能够做出正确地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选择。 比如, 芝加哥学派的年轻一代学者, 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 就明确指出, 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激励措施的。 比如, 学生不爱读书, 那就用金钱激励他们, 每读一本书, 奖励一美元。 再比如, 针对问题少女早孕, 好办, 只要她们不怀孕, 每周奖励七美元。 这些都是美国地方政府推出过的真实政策。 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好心, 但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人们抗议说, 如果一切事情都要以金钱来推动, 那不就意味着金钱可以超越道德、 规范、 品性、 人格等等, 成为主宰人的行为的根本力量? 那人的尊严何在? 我们又从什么意义上说, 人是自由的呢? 好,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给我们展示的批判之路。 经济学是怎样一步一步改变了我们对理性的看法, 又是怎样让我们走向通往衰败之路的。 作者说, 哈耶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让我们相信市场至上, 社会唯有依靠人的自私本能, 通过两不相欠的市场交易才能够有效运转。 博异论让我们相信, 人与人之间任何无条件的信任合作以及利他精神都是一种非理性。 法律经济学把经济学中的效率引入了法律, 改变了我们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 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激励理论改变了我们对人自身的看法, 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缺乏自控能力的生物, 只会对金钱激励做出条件反射。 经济学是否真的像作者说的这样不堪,尚且没有定论。 但我为你介绍这本书是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人是会自我实现的动物。 如果你偏信某些经济学的理论, 并且按照经济学的教条来刻板行事, 那么你就真的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 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它向我们发出了一种警告, 如果放任经济学思维入侵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 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 那么人类的堕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我想和你分享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 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 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 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